这个凯莉莎放上去 然后你要不要拿卢娜 对吧 就这个点 主要还是想不到她什么能代替Z的效果 要不然就自己也拿凶的德莱文这种 对 因为德莱文是开出来嘛 第一局是ban德莱文 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也把列纳塔给扳掉了 觉得破局的话 卢娜也是出来了 但是她就是卢娜唯有复仇之矛 打另外一个来打你的机会 对吧 对 副头之矛可以配一手泰坦什么的 其实打卢娜中期是有说法的 或者是你拿副头之矛我拿卢娜 对吧 就是vivo gaming这个想法就是 我觉得还要卢西安优先解放 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是 因为这会比ban卡丽丝达好 哎 这边如果很自信的话 我觉得暴力点德莱文 真的有机会打的其实 卡丽丝达 她就是卡丽丝达要打另外一个 辅助英雄来对抗你的卢娜 是的 W3选巨魔 悲伤的风格是属于那种英雄词 不会玩的特别多的那种 在巨魔听着真的很无聊 她好团队 只要能赢就行 是的 对吧 就没有什么奖励这种说法 对对对对 现在还在属于拿手胜的阶段 我觉得罗娜的强度还是在 是的 只要自信就OK 呃 只要自信就OK 呃 威手威脚的话 我觉得玩什么英雄都差不多 �锡安今日开赛前 可以以他为主导 像这种英雄 我记得在UP有一些局里面 就是他处于还在 恶斐流失还在发育 对吧 然后局势已经崩掉了 就这种前期的可能会好一些 李桑卓狐狸 因为这把WB军是第三手 没有继续选狐狸 所以WB这里后续的编位 也是有了调整 乌鸦 那天使还要继续按 前两局都是有按掉 了晒的一个天使 感觉还是可以按 因为这把要变乌鸦了 WB军的手毕竟是 副头之毛这个近战距离 交战距离是容易被乌鸦给 依倒的 继续变天使 这局放出来的BewB的猪妹 有没有可能在蓝色方忙亮出来 我们待会下一轮的一个选用会知道 WB军应该是先选一个中路 看一下安德鲁这边怎么去选 是安德鲁是这个版本还愿意玩 哦 真假 上单卡丽丝塔吗 或是中单卡丽丝塔吗 没有 中单我觉得不太敢 就MS还出了一把吗 就是玩那种 但是那个是 安德鲁感觉不像那个风格 对不像那个风格 那就纯工巨人 对吧 沙皇 我感觉这凯丝塔要摇 我觉得还是有最后一局的 最后变化的机会 对 你太懂得帅了 没有没有 感觉不是没有可能 对 如果你上路选出来的那种 真的是我好打的 对 你好打我就打 就是他也是可以 右边也可以用DL1在T凯丝塔 但是这样子的话 整个阵容可能就会有点极端了 追求稳定性的话 有点太极端 对追求稳定性的话 肯定还是凯丝塔走下 那下路压力还是无限大 跟上一把可能会是一个节奏 主要决胜局也不好奖励 是吧 整了个飞机 是 两边中路都是可以发育一下 会不会再来一盘纳尔 三盘纳尔 感觉还是一个偏肉的英雄 打逼现在对于ViuViu的定位 上一把纳尔发挥也还不错 是 非常好上一 主要上一把的意识 其实也到位了 就仿干客做得很好 来了 会玩三盘杰斯吗 我觉得几率不大 想赢啊 他太想赢了 要整个人 今天不是一个整活的时间 主要打到分子去 因为现在 一分的队伍确实太多了 WBG1-1之前的一个战绩 很想要再往前进一步的话 第三局肯定还是要拿到 对 今天发挥的不错 有手感的英雄 而且我们说因为LPL队伍非常的多的原因 我们一直是BO1的这种17个队伍的单循环 那BO3的单循环的状态下 你尤其在最重要的夏季赛 不是每一分都很重要 真的不是说瞧不起打V 也就是说W1春季赛的排名确实是比较靠后 那如果你 如果W1在这个赛季 他最终的排名依旧是在后期的话 那如果在季后赛圈内的队伍 他前面就是赛季出 输给了靠后的队伍 那这个后面你是找补没有办法的 对很伤 对 而且大家应该知道春季赛的积分有咬得多紧 我们同分的队伍是 我记得一度有一个季后赛圈内是四个队伍同名 就今天打之前一分的队伍有九值 那这是九值谁能拿到关键的第二分 他们的积分会往前走很大一分 是 就我们的赛制会更偏向于 很追求一个队伍在联赛中的稳定性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不管在联赛初期、中期、后期 面对别的队伍就是打 如果还能靠后的队伍 你得稳稳拿下 所以反正打靠前的队伍 你刚好要在版本可能也要贴近 因为你是没有第二轮的机会的 对 九号是单线球 因为大部分的其他三大联赛 全部都是 但是至少会是一个双循环 对 但对我们来说的话 其实每个BO3以及小分嘛 战队们之间可能到后面都会咬得很死 所以这局也没有什么整活的空间 来到了决胜局 这把下路是带换成了卢娜 而幻风也是拿到了复头之矛 但是这个赛季 其实幻风对复头之矛的优先级 也是非常的高的 想要看出一盘打出效果的卢娜 反正下路这一把都是有说法的 就看前期能不能做到事情 以及打野抓人的一个思路了 两边中路都是带了仙公 感觉仙公现在确实是中路 英雄比较喜欢带的一个符文了 但刚刚也注意到了Shax这里的一个小符文 副系的主宰系是点了一个终极猎手 来增加自己火箭轰炸的一个技能级数 是的 更多的一个火箭 这把两边都有Poke英雄 都有守不长的爆发AD 阵容很像 Hear这里是放弃了电型带的守护者 就是放弃了一些爆发伤害 然后追求了一个现场的稳定性 是 我不一定要硬拼 对吧 因为守护者这个符文 就如果说是对方找到的一个机会 我还有容错 对 有凡大的空间 电型可能就是 真的是要看两边辅助的谁的先手更好的 对 电型就会极限一些 儒纳这里可能更多的主动权是在儒 对吧 因为纳就是 加大符 是 当然你Q到那也是不好说的 对吧 但Q的台色还是蛮有难度的 嗯 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毕竟是有滑板鞋的这个高位移的一个能力 对对对 一直跳 是 所以这把可能在这个点上也考虑到 线上不会像传统的鲁娜那么容易去打优势 对 就因为对手的英雄也不是说强度特别差 是 但我觉得卢纳其实纳美有益了之后 他们每一波就是有技能可以配合上去做消耗的能力 还是要比泰坦加上康里斯塔猛一点 对 有这个守护者有可能让他们在消耗的时候比较安全一些 是但还是要小心的就是你自己上去的时候不能吃到对面的一个空 对吧 对 对对 可能或者是刚刚有人就是排气对吧就散一下之类的 没有这种可能吗 有 对有吧 你说环境问题那我只能瞎猜 你说的对 很快 好 回到比赛 就确实环境问题我就不担心 最怕的是什么游戏机制问题 这个就得研究一下 一级有想法吗 又是有49比51 走进来 乌有这波 闪现长得好快 是闪现平A铺冰川再接Q 但是Shanks这里 连闪现AQ都接不上 是 可以 宝兰有人附体 这一波 Shanks刚刚是学了W技能的 对 就是这个队线 还好 安久毕竟是个杀伙 只要中路线还是比较短 上路这种一级学W 就学那种非交战技能就很难受了 我还在想尽量的一级换学 这边是有守护者的 利用守护者扛一级 感觉这个效果不错 反手 集火昂 昂被套到一个点火 但不敢再往前追 左边是不着急的 罗娜强势其实毕竟不是一级 而且只要昂少一个闪 是的 海克斯伞回去 对 暗很喜欢玩这个海克斯伞 对 很快乐 就骗一下你的思路 如果迷雄联盟里面有 打野这里是红buff过来 逼到了一个伞 就是刚刚反红 我们刚刚看下路镜头 都交了闪现过来 是换了个伞 但是伯爷哥毕竟是反掉了红buff 是的 想推到塔下 但防御塔的攻击距离 走位躲一下Q 切回炮形态再A一下 上半步 bubu前推线 看一下剧魔有没有机会去 把这个红buff给交易回来 像这个前推也不能为止太久 先刷一下3了 是 过去的一个时间 可能会有点晚了 那应该来不及了 应该没有要进 主要中路飞机也抢不了线 飞机没闪 这一把打得比较激情 虽然现在没有爆发易血 但闪现逼掉的量比较高 那这个河蟹好像可以吃一吃 第一时间破坏往边没有过来 不是 但毕竟现在河蟹的经验值 没那么多了 这烧本是多一组野的 他是可以先把自家野怪给刷完 虽然中路有限权 看到了对面的眼 跟河蟹的一个情况 也知道了对面剧魔的明确的一个位置 刚打完刚走 下路其实对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换风身上已经没有要了 是的 来到了三级 也是卢娜的一个强势级的正式开始 还是我回去了 在塔前的话呢 弗烟哥如果真的硬绕过来抓 还是有危险 现在大概率知道 烧粉是会往下半步去走 然后吃下半步的迅捷蟹 前面反了一组buff 烧粉的等级小领先 差一组野背伤才能上四级 过来想要反 两边都有扯 大美是往那边炮了 大美过来支援一下 这里烧粉是没闪的非常危险 有可能要死了 是被柱子卡了一下 但中路也过不来 没有足够的一个伤害 烧粉刚刚是 把F6给反掉了 大的F6给反掉了 我在这把就是烧粉选择 不去上路越 选择野区入侵 这也是烧粉比较 就是比较鲜明的风格吧 他个人应该是比较喜欢打这种风格 是 比较喜欢控图 反野 然后让你的打野等级发育受到一定的影响 烧粉在他的漫长的打野职业身上里面 其实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帮线上的那种打野选手 他其实战率包括前十五分钟的击杀参与率 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还是喜欢入侵 对 就是让对面的打野玩到不想玩了 就很痛苦 怎么F6有没有人剩一个这种 这一套打得很成功 但所以赛季一出 或者是春迪赛以后 在考虑他跟Shy哥的风格是不是没有那么的搭配吧 我印象的也稍微比较深的是 他在别人也就是那个等别人有个刷新 对 他这一 他这一个 我印象更深的就是他拿枪大招直接吃大鸟 对 之前也听过 小的也不怎么看 对我记得听过那个三冠教练嘛 我们的朱开在之前在带Snake的时候也说过 就是稍微的一个 下温要来了 这边直接上去A到了Hill Hill交伞 往后拉一下骨髓空到 自己反而扛塔 刚好的闪现直接交掉 那司马老爺这个位置也得交闪 这要没躲掉有可能是要死 嗯 一个 反向走 勾到就逼死了 但这波反而一个好的走位 也把暗的闪现给逼了出来 是的 避开了这波 一直都在找机会 但 选手我们的这个神经也是绷得比较紧哦 对 这个下路压力其实已经上到了 闪现都交完 四个端竞技能都交掉 现在双人组是得BB风头的 这把W1的中路是很发育的 飞机也是能发育的 飞机还有沙皇 对 两边中路都是比较慢的 是 但沙皇还能带带 还能去推线去参加团战 从线权上来说 是 飞机这里可能真的是得发育很久 如果他前线推不过沙皇的话 那理论上他的成长性会更好一些 的话先锋这一局 WBG是可以 好好掌握的 因为第一条小龙是空的比较早嘛 这把巨魔的发育也是被 烧本给压制住了 就是暗来中路吃一下公之庄 吃一下公之庄 然后 蹭一点经验 又来了 你的阿姆就是我的地盘 这个就是巨魔的无奈了 是 就一个不小心被记住了野怪的时间 就会一直看到有一个破败王 这个不在打 扭了一下Q 但还有柱子 交大招 但这毕竟是六级自己 刚刚拿到的一个大招 但还想要拼逞 这就是烧本的一个打法 因为辅助也在旁边 不会 这波沙皇在靠了呀 怎么吃到啊 哎 因为踩到了 估计可能是 可能弹到了 小海浪 不小心蹭到了 小心机 这样的话 待会先锋说明他可以六级 他吃了这个经验 很有可能 应该是要死的 看下能不能换人 贴脸 Q想Q换风 换风收回来 上六了 快点出来帮他挡一下 撑下洗礼 主要是巨魔落过来了 确实如果没有这个命运的召唤 应该是倒了 但又跨着一波 但是第一时间 非常好没来的意思 但是他走也往南道不走 可能应该先想吃南 然后后来发现有机会 是 主要因为刚刚是WBG在蹲吵 直接沙皇 想要掀开 知道Tier是没闪的 飘过来 直接吹没闪的Hill 自己交闪拉开 这边Hill死了 飞上这里追的Angel在打 知道Angel没有闪现了 已经没有位移了 给了一个红衬 关键 通常扎盲 这位直接被拔了 这里被飞机贴脸 隔离机枪扫射 但是换风这里还在划 一个E技能 拉掉以后是加100多点血 Q技能 划板鞋划了很漂亮 有个真言有个试验 啊 太可惜了 悲伤也是跟过来 交闪跟过来 拿着他的一个大棒子 少了一个人 但是也拿到了一波三杀了 少了一个打野 打野在上半步反野怪 最近我看过 这只能说 下半野区最终 这个领域是属于巨魔之王 这部悲伤判断也没有问题 他知道 沙皇已经把所有位移交光了 打出强攻 追着疯狂A 然后打WBG的领事带集火 对面的后排 按勾到苏老师 那有点关键 刚刚上六 看到这个镜头 我以为他会跳上来跳下去 跳上来跳下去 就无限循环 结果直接飞伤交闪 没有给他操作的停解 而且这个大招一给到 也有一个伤害 对 两边互肥了一波 但巨魔没那么肥 虽然补了一大口的经济 但因为复仇之矛 这个连续击杀赏金 是要拖战以后才结算 所以这六百块钱的人头还握在手上 是的 我觉得比较可惜是飞机没有拿到这么多的人头 拿了一颗嘛 这些人头我相信巨魔一定是愿意给飞机的 我们都看过飞机发育起来在这个版本还是很恐怖的破可能力 现在背伤有反端 背伤这把已经 可以在背伤在附近的时候多尝试 压得很靠前 因为这波知道是有小龙的 扫飞已经在动了 是 昨时也直接捕捉这个信息 带着炸药包 十分钟的第一个炸药包拉出来 看看能不能拿到第一条的小龙 就是团队的第一条 但毕竟是一个蜂龙 单龙的属性的价值真的没那么高 可能对上对方减数比较多的阵容来说有点收益吧 打不起来 两边还在观望 打逼这边想先动了 打逼还是不想放 因为炸药包已经拿出来了 炸药包剩下最后的15秒左右 觉得不能放了就浪费了 是 还在破个烧粉 但是打逼这边明显是想开团的 注释先把 他才给卡走 反手想秒啊 啊这里被吸了 但是有精精球给召唤回来 那边的海浪也过去 狂风这里没有被逼过 啊飞过来 自从沙皇进来推 一丝血的一个斯巴小贼往后 伸张洗礼 但是正面的飞机 跟聚火终也已经扛不住了 斯巴小贼得赶紧走了 打这个B3这边 是的 输出 位置 环境太好了 是 怎么说呢 就是精灵球 如果你想打进攻的话 泰坦绝对是比列纳塔好太多 是的 击飞完落地直接接个平A 再一个Q 那个人不能动 这波他是已经没血量了 但是成功的配合沙皇进场 感觉W的站位有点太密集了 但没办法 因为为了打龙嘛 但感觉没有必要全进走 毕竟有那么多远程 还是尽量能把外面的位置卡入会好些 然后这个阿瑟没有接上也很深 纳美 阿瑟的肯定没有 是的 而且安德鲁的角度调得也好 进去推完人之后配合换风直接收割 直接接待他们进去 只要这一波飞机的战斗能力 全靠他的炸药包 那个炸药包等于是烤掉了 昂的七成血量左右吧 但后续你炸药包没了这样装备的飞机 打这种团战 就对面已经是包围网的团战 烤昂也没啥用 他大招进去 他再出来放进去他死了就算了 是 这就是辅助的宿命 对吧 对 控制打完就赢了 不需要强 要还是选飞机这个版本 为什么会骂热门的原因 虽然说我们说版本节奏变慢 但是反应在LPL赛区来说 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而且上一把也看到了 还是有前期的月坛 对 慢几十块 组织了好多次 下路这里 我们也去看 小勾勾勾勾勾了一下墙 是 凯克斯闪出来 直接吃B波治牢 这不就是吓你一下我感觉 吓到了 Q了一下 昂现在也感觉 也是跟SOPEN一样玩心理的 上一波虽然龙拿到打不一 但拿一条风龙交代 你来给我们这么个人头是很坏的 下路要开了 直接一个锁头 很难走 在钩子里有钩到 这个钩子没钩到 有点尴尬 过来 KEO是有闪现的 这不就是 刚刚打完一套以后也是拉开 自己手段还留有大招 这没接到太可惜了 这别锁了 嗯 只要都锁住了 对 老贼是没有双招的 那下路还是可以强势的压制过来 可是等下来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还可以不想 中上应该都是过不来 上路虽然都有提皮 但两个人现在是 没有拉开身位的 那是没有办法下来救的 诶 放这个位置 没有被卡死 咬一口 冰线一个还是切得掉 应该也做罢了 好激烈 就烧粉的风格是这样 就是你不来开我 我就不走 飞机回家 中塔应该是掉了 这样的按就 直接回了 主要上路虽然自己是自顾不暇 都很难受 这感觉换一个别的中单 要往下抖 你说什么 来了 这波要直接秒 秒飞上飞当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扛塔的 昂是给被吸回去 哇 撞得又很好 全撞起来 撞起来 是 撞起来 是 马老师这个位置 死前换掉一个 但还有魂 稍本直接划脸 打一套大招 收割 最终 昂又是完成了 一次死亡 但换掉了对面 三个人头呀 是的 套路屡试不爽啊 感觉 就泰坦先吃一波伤害之后 残血收回去 而且 就是什么卡列 没有这种 富头之毛加泰坦 简单粗暴 来得直接 虽然说我们说春季赛就 夏季赛就看到了 就卡列这种 当时就是 丢 电弹塔出来 然后一个很漂亮的可玩进合 这也是一种先手方式 但是泰坦更暴力 对 不然碰到大的也放得很实际 是 碰到那种大招放得烂的AD 所以也蛮偷偷 比如说你刚吃完一架防御塔 然后他吸引 对就实际上差弄得很尴尬 是 就我塔下配合队友 完成击杀三个人头 收掉之后 我死了也无所谓 是的 我记得比赛龙 宝兰刚刚提到的最尴尬的是 当时还有富头之毛配 这个凯南 号称皮卡丘的这种阵容 然后最尴尬的凯南开蕾 被吸出来 被吸出来 这个是真的究极尴尬 是 那个时候很流行 是 齐卡丽莎这个应用出来以后 是有很多变种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野区这一波 帅哥的位置被巨魔卡住 不许交散 直接交散拉开 稍微这个位置 跟啾啾打起来 这啾啾是大那儿了 变大了 开了一下 但是 BG现在是强势 没有闪现 勾到又没有闪现 直接被换风 轻松拿下人头 对 当时这种局 泰坦的发挥空间又太大了 是 优势局 就开始 勾 对 这里又可以从这里找机会 有烈士的泰坦 就觉得自己勾进去 是 自己可能要死 对 要不然这勾进去都得交散 要么勾不到想勾的人 是 主要这把 队友输入也够了 所以说他只要进去开起来 打BBG的优势开始滚动了 好 竟然直接闪现上去 留人 扫粉毕竟没有精灵球啊 他是回不来的 扫粉这波很冲动 看到残血的人员 就是感觉有点上头 BB这里想留下 Angelo有个流沙一起 还有暴力的球果 等于是两段的位移 回头戳大BB BB已经变大了 机动性变低 没有办法继续追击 而Lachai这里是很淡定的 在上路一个人 想拿拿这六百块钱 这波先手有点没道理 这波真没道理 高地上你上去了 他可能就觉得 杀掉减个魂 然后再R出来 但是你就算 你敢减那个魂嘛 那个魂 你是无敌 但是你得吃防御塔伤害啊 对 塔下的魂真的不要减 对 我跟你队友打的 我认你一个人的事 真的有很多这种画面 就是 把对方击杀在他塔下 然后去减个魂 自己起来 我感觉 吸着魂扛塔 拥有收割 就是收割重置的这种 英雄 都很容易上头 就卡特也是这种 接到残血的 有些符合格是这样的 就像垂石Q的人 就在很危险的想奥断过去一样 是 但现在的老垂石 通常很多时候是Q到 不Q2的 QRE 对 QRE把你摆 把你摆到那个上面就行了 你是给了一点小机会吧 但是WG这把的优势是很大的 20分钟前 对 16分钟都推高地了 是 这高地防御塔 是 已经剩一点点血了 是的 这把剧模的经济优势了 现在开始抱团入侵 你也区 把视野做一做 主要这把剧模的第二件 可能真的不太敢想了 大美现在已经不敢做视野了 嗯 你看这剧模现在又要买真眼 维持野区 对吧 他跟辅助现在应该说回家有钱 都是尽可能的带控制守卫 然后 自己家的野区 现在是已经是属于WBG了 他没有太多的地方去发育 这更不是这种烈士局 更不可能去线上 去抢队友的炮车 是的 到现在这一把就比较专注了 到现在零零零 对很稳 已经补到赏金 250在身上 这把203刀啊 超时间线的发育 来了 哎呀他能跳过来 但是一个很灵活的Angela 我觉得大人要放进去 先回头 赶紧的盖一座防御塔 选择我有大招过来 那应该是死了 大招再推一下 开始投弹 举摩大招吸死了 哇 这个关键 极限距离给了一个举摩大招 对要这跑了感觉很伤势 其实 这么跑了应该就到点了 闪现左掉 精灵球 昂这里是 但是这样的反过来 中路高地被推掉了 没有人守 19分钟破了中路高地 1.5路啊 甚至两路 上路这里 上路这个台也掉了 险 聚上了 纳尔没有回来 纳尔没有回来 纳将正面人数是4打4 圣格斯这边 直接被打残 打到一半 聚魔阻止跟 并波赤狼没有配合好 昂直接站在前方 很有威慑里 抓一波Angela掉两路 是的 下路抓完 中上两个水晶消失了 蓝色帮也没有放弃抵抗 但是就守不住 是 烈士局大家都懂 就这种接近崩盘局的时候 你抓一个人 可能 游戏反而是更难玩 对 因为你抓的时候 你的会被推 是 但你不抓也不行啊 是 不抓手也是慢性死我 是 对 对 Angela复活出来 挫一下BewBew 这是双面具的一个出法 上一把眼 野区看到了萧粉 打了一套直接带走了 萧粉 太有夜神 是的 她 我确定她是萧粉 确认完毕 对 就第一局那个微博 正常的让我 怀疑她们是不是打BewBG 有点像萧粉 还不确定再看看 对 现眼 给卢娜找了一波机会了呀 马上要在那里回程 哎 野区看到了那儿 闪现快好了 哎 变大了 帅哥拉走 帅哥最进行的风格也是稳了很多 好稳 真的好稳 这波有闪的 没有想跟闪操作 这波可能队友也call了 下路兵现在这里 可以过来推一下下路高地 是 不然她应该是要上 主要她现在也是有一点 就是微微的大人头嘛 对 可以随便打大龙 一点都不掉血了 是 大龙然后可以按 发挥就行了 这种大小面具的沙谎 抱歉刚刚上一把也来 没有更正 就是Shanks那个沙谎 最后的那个 腰带是合成了小面具的 恶魔之庸 随便开了 卡了一下 但是大龙怎么说 别出来要打呀 3-4 只要看飞伤就好了 闪现勾 那这时候要先打团了 帅哥这边垂过来 Android拿到一个人头 那美德大道已经放过了 Shanks随便是吃了一个稍微 那个大度进行 但是还有瓦尔经理这个补充 昂这边跟过去 此前再给一勾 感觉老子有点危险 被桓风无情地撕裂掉了 桓风应该是对手说的 掩护队 这有车队 但这时候Android找到一个漂亮的进行司机 进行之长 推掉上班也把右翼的飞机 全是给击杀 那就是一波 团灭 最后是由幻夫 拿到了一个Triple 这没办法 四局 对的 这个大龙肯定是没办法弄的 是 这刚刚已经是那种将军的局面了 但是W1也是 选择出来打一波 是的 非常快 因为这么不打 WB带着大龙BUS来推高地 也是守不了的 对 肯定是一样的 那今天在WBG一场W1 双W之争当中 让我们恭喜WBG一笑地拿下了联赛的第二场的一个大分 目前来到一个二缸一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卡丽斯塔成为了这场BO战的一个主角 拿到卡丽斯塔的队伍 对吧 就三把都出 但第一把是输 但后面两局都是由卡丽斯塔获胜 对吧 他顺利的展开以后 一把老贼 一把幻风 都拿下了很好的一个表现 是的 这英雄还是强呀 是